14岁,半称25岁。少女约X,玩彩坦白我是国诸生。男网友吓到闪尿竟回家。 受到资讯快速传播的影响,许多小孩都越来越早熟。 桃园一位25岁的男子去年在交友软体认识一名少女,对方自称25岁,两人相约出游后发生关系,这时少女才坦白自己是国诸生,让他吓得赶紧把人送回家。 2017年1月,25岁的旅男在交友软体认识少女,对方穿着打扮宛如青熟女,讲话也很成熟,自称同样25岁,让他信以为真,相约出游。 示意图,后来少女在他家住了四天,双方在和以下发生关系,结束后,少女才对吕南坦白自己只有14岁,我还在殿活中。 吕南下的立刻把少女送回家,之后断绝联系。 示意图,不过少女家属寻线找到吕南,并发现两人发生关系,便带少女去验商提告。 吕南无辜说自己事先不知对方真实年龄,也问过对方意愿,得知真相后就已没有联络。 检方根据两人联系记录,发现少女穿着,谈吐的却都相当超零,外出时也刻意打扮成熟,让人猜不出真实年龄。 最后地坚属认为吕南并无犯意,决定不起诉。 事实上,年幼少女打扮超零在各国都成为问题,过去就有一位日本的小学生模特习惯化农装,让人以为她是30岁女性,完全看不出实际年龄只有9岁。 其他网友也回应道,是多超零的打扮,能让14遍25认不出来,男生要懂得保护自己,约包看证件已经是常态。 这事情在我23岁时也遇过,当时我还是军职身份,打扮外表就跟二十几岁一样,直到后来越来越觉得她讲话很怪,才硬要她告知身份,直到她才国二,14岁。 大家出门在外,真的要小心出发啊。 大家出门在外面